我们中国古人讲 学问生时 义气贫 真正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他们有脾气 他绝对不会勉强别人 他非常随后 为什么 他连我都没有执着了 那来的我所 我所有的 他没有这个 我与我所都没有了 都放下了 所以才能成真 真得阿罗汉 菩提心的体是真诚 真 永恒不变 宇宙之间 什么东西永恒不变 只有真心 永恒不变 真心 就是本性 就是自信 还原冠上讲的 自信 清净 圆明体 永恒不变 见心 见什么 就是见这个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东西 见不了心 也就是 自信 不能当家做主 自信当家做主 烦恼稀奇 一扫二空 没有了 妄想分别 知者都不存在了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佛菩萨 这个菩萨是 法身菩萨 大慈大悲 硬化在 世法界 我们不讲 世神法界 硬化在六道 硬化在人间 谁 随众生一心 这是横顺众生 因素质量 众生希望什么 他都能实现 所以实现 决定没有 起心动力 决定没有分别 那叫妙用 那么他现象干什么 现象是多众生的 帮助众生 却无 做出样子来 让这个世界 云云众生 看到了 一下就醒悟过来了 烦恼吸气重点 刚刚醒悟过来 可是怎么 立刻有迷了 好像睡觉了 你不得叫醒了 恨一声 眼睛还没睁开 又睡着了 我们修佛 就像这个样子 听经 好像是 一下行过来了 可是还没起床 还没翻个身 就又睡着了 这样的人有多少 太多了 几个人清醒过来 就爬起来了 那什么 那叫针灸 那叫针灸 打印一声 恨一声 又睡着了 这不行啊 所以祂祖师告诉我 祂祖师告诉我 悟后其修 信 你能相信你能相信你能理解这是损悟 悟了之后怎么样 为什么修心 修 修什么 就应当要想 华严经末后 善才同志 五十三场 历史恋心 真凶啊 早年 方老师 把华严经介绍给我 特别提出 这一段五十三场 真是智慧 这他老人家讲的 那不是假的 不是在书本里的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 把职责 分别 这些习气 断掉 五十三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 从早到晚 你所接触的 一切社会的现象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每一天都在乘学 你有没有在那里练功夫 看到这些形形色色 练什么功夫呢 练不执着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力 就练这个 果然 真的不执着了 这个不执着 是无我 确定没有自私自利了 只要有我 就知足 阿罗汉不简单的 金刚经上的标准 他真正做到了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 这是什么人 徐涛环 徐涛环也在做报告 跟我们分享 踏实 他震得施托环 他决定没有 震得施托环 这个想法 为什么 他有这个想法 不就着相了吗 着相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没震得了 震得震得的时候 痕迹都没有 心地干净 痕迹都没有 所以 阿罗汉得到了什么 得到清净性 我们这个经体上 清净平等 他清净得到了 如果还有我 那是染污 那是染污啊 我是什么 阿雷也是里面 莫娜的染污 莫娜是一根 染无液 只要有我 就有四大烦恼 长相随 我爱 我吃 我慢 这就是贪嗔痴 所以贪嗔痴 是余生俱来的 三毒烦恼 你看这个病 多深啊 觉悟之后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四 对五 没有贪心 瞬间 没有贪心 逆境 没有晨慧心 待人介无 没有傲慢心 你贪嗔痴 没有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表现的是 心贫气 厨师待人介无 是一片慈悲 慈悲 是从 倾下 流露出来 你自己不能谦虚 不能够 奔下 处处尊重别人 慈悲心 没有 我们中国古人 这样 学问 身识 意欺贫 真正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他没有脾气 他绝对不会勉强别人 是啊 他非常随后 为什么 他连我都没有执着了 拉来的 我所有的 他没有这个 我与我所都没有了 都放下了 所以才能承拯救 真的阿罗汉 真的阿罗汉 给主 说 六道没有了 超越六道轮回了 他在六道里面 是来教化众生 也是来修行 那修什么呢 因为他执着放下了 分别还没放下 他还有分别性 分别比执着要很细 执着向很粗 他分别没放下 那么在六道里面修 力分别 比在四圣法界里面 要快得懂 这就像 佛在经上告诉我 我们修进度 在此地修行 比极乐世界修行 还要殊胜 瘦婆世界修行一天 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为什么 真的是大风大浪 那极乐世界呢 你没有风浪 所以它进度就很慢 这个地方进度很快 成就快 陆路也快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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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轻轻结束